妻子哄睡女儿后等着丈夫有所反应 可丈夫却一动不动 她又拍了拍丈夫的肩膀 暗示她应该活动活动筋骨 可丈夫则要厌倦了妻子35岁的身体 碰一下都觉得厌烦 夫妻结婚多年 生活的激情早就在柴米油盐中 被渐渐消磨殆尽 离此间只称大眼瞪小眼 雪松与丈夫老蔡结婚7年 生活一平静的像一台死水 二人维持关系的东西 不是他们之间的爱情 而是作为夫妻的义务与面子 就像大多数中联夫妻一样 表面上相安无事 好好过日子 私底下却都各自藏有新事 他们总以为对方很懂自己 不用说对方也能心理神会 可两人却在无形中越走越远 雪松在白沙镇经营着一家小卖部 生意不好也不坏 补贴家用也算处处有余 丈夫老蔡原本是个家具厂工人 只是最近厂子准备停产 保不起哪天就下岗 为自谋生路 她联系到老同学把厂子盘下 打算合作重新开张 就在老蔡沾自喜 描述着工厂的宏伟蓝图时 雪松的夺命连环扣立马打断了她 问她有没有去接走女儿 得知丈夫根本没有去接女儿时 她联想到了中午看到的 一则关于人贩子的新闻 心中不由得恐慌起来 她找了快半个小镇 终于在家饭馆里找到了女儿 旁边还跟着自己的婆婆 选择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看到桌子上的蛋糕 雪松中午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今天是婆婆去世大寿 可似乎家里根本没人记得 她之所以故意不打招呼接走女儿 表达自己的不满 雪松对于婆婆的行为很是不满 当年因为生的是个女儿 婆婆差点将她丢出去 现在孩子大了又不嫌弃了 所以等到婆婆带着女儿回来时 故意对女儿说 谁让你随便跟别人走了 妈不是告诉过你吗 现在大街上都抢孩子了 一旁的婆婆听得出来 儿媳是在纸丧骂槐 要说你说我别责坏孩子 雪松等她丈夫来后 发现她不打算说一下婆婆 奔系的当场立下规矩 以后谁想接走女儿 必须经过她的同意 说完那这女儿便离开了 到了晚上睡觉时 丈夫果不其然开口责备雪松 说她为什么不记得婆婆生日 雪松觉得又委屈又好笑 她这个做儿子的和小姑子都不记得 凭什么家里大大小小的事 都要自己记得一清二楚 到头来还跟个外人一样 随即又发出沉淀旧账 开始捞了刀到个没完 这句话老子还听到耳朵都会洗剪了 摔了一下被子独自生闷气 雪松现在这样浮发脾气 并不再敢吭声 自来小去第二天还是主动找到婆婆 给彼此一个台阶下 不提醒您 您有怨我们 没关心您 别什么事总让我们猜 什么都不说 随后又从包里掏出两百块钱 老太太也见好旧收不再埋怨 这样的生活压得雪松喘不过气 她与许多中年已婚女人一样 在委屈和隐忍中度过每一天 要说雪松的生活里有什么不一样的 那应该是 出租车司机小吴 她总会定时出现在雪松的店里 借口换零钱跟她聊一会儿天 这一天更是为了表达暗意 将颗雪松闻到自己的手臂上 这样明目张胆的表白 雪松不会看不出来 但她却从来没有越过界 因为她认为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 必须忠诚 但因为做好自己就能消暗无事 然而她还是低估了 中龄夫妻之间猜疑的恐怖 中龄夫妻是怎么过日子的 妻子趁着丈夫洗澡 偷看她手机里的聊天记录 闻她衣服上有没有香水味 然后偷偷扫起丈夫的身份证 防患于未然 而等妻子回到房间后 丈夫又反过来 偷偷翻开妻子的手机 在确定多没有抓到对方的把柄之后 就又回归到安抹的日常中去 只是这一天 江福为了躲避雪松的唠叨 下班后跑到附近的网巴炮论坛 在帖子中留下 下岗哥哥求包X的消息 幻想着能用富婆来拯救自己 没想到下一秒 却看到了更劲爆的帖子 原来她的妻子雪松 与当地房地产大亨曾经是恋人 虽说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 可看到照片的那一刻 老赛的心还是咯噔了一下 猜忌和怀疑狠狠地扎着她那 可怜的大男子自尊心 这些是为什么妻子没有跟自己提过 为什么她不叫豪门 而是选择自己 今两个人是不是还有联系 妻子经常逼自己喝牛奶 是不是嫌弃自己 更可怕的是 两人会不会情就情复燃了 怀疑的种子一旦埋下 无论身边发生什么事 都像在暗示老赛 这天她载着一个女学生去码头 遭到了其他摩迪斯基的嘲笑 你老婆的相好 有的是赚钱的后面 等到你 其他老赛跟人打了一架 挂了一身伤回到家 又发现小吴和妻子聊得正欢 老赛妻子鼻子里冒出来的烟都是绿的 老赛作为男人的子孙心 在流言分语中慢慢破碎 她拽着妻子 来到那个房地产商的工地 指着那人的海报和妻子的鼻子就骂 说得水性洋花不三不四 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甚至还当场宣示了自己的主权 随后抛下棋子扬长而去 雪松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独自失魂落魄地回了家 她似乎是失望透顶 已经懒得再去争论什么 日子就这么错和过了 还能理一杂的 第二天雪松在路上碰见小吴 本应该避嫌的她 却鬼使神差地上了小吴的车 小吴发现她心情不好 便带她到一处废弃的商业街散心 期间老赛的电话不停地打来 雪松也一个都没有接 最后干脆直接关了机 而小吴为了哄雪松开心 跑到废弃剧场的舞台上 满怀深情的唱领首传奇 这一刻雪松终于笑了 但不是因为小吴 而是在小吴身上 看见了丈夫的影子 只是那温柔的一面 不知什么时候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如今等着她的是冷若冰霜的质问 雪松懒得跟她找 拉起女儿转身就走 老赛顿时觉得自己窝囊极了 为了挽回男人的尊严 她决定加快工厂的建设 用试验来狠狠打妻子的脸 于是 她来到重庆找老同学商讨事宜 得了发现曾经的老同学 在家具行业混得风生水起时 心中顿时又充满了希望 想象着将来富裕的日子 在告别老同学后 因为当晚她不得不在当地留宿 结果住酒店时发现 钱包里的身份证不易而非 打电话询问得知 是妻子藏起来后 她既生气又无奈 只能在酒店大堂将就一晚 回到白沙来不及跟妻子对峙 急忙找到老厂长 商量盘下厂子的事 老厂长让他们先交三十万几栋资金 现今还不忘强调 那位地产公司的杨老板 也看中了这个厂子 很明显这番话 是厂长故意说给老蔡刺激他的 老蔡当晚就喝了个明丁大醉 挥吃菜刀跑到街上发酒疯 怒至老天对他那么狠心 想出人头地怎么就这么难 雪松说什么也劝不动 只能以暴之暴 她扯着嗓子在路上大吼大叫 这才把老蔡给震住 而第二天 雪松更是做了一件大胆的事 女人为了支持丈夫创业 特地打扮了一番 不必闲得来到高档酒店 找成为地产大亨的初恋情人借钱 需要帮忙的话 请关锁 所以到十五万巨款 摆在丈夫面前时 她满脸的不可置信 而雪松也不避讳 直言就是找姚老板借的 妻子的坦诚 让老蔡心成愧疚 曾经的猜疑和愤怒 在这笔钱面前是那么微不足道 当晚她被轻轻搂住妻子 算是为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道歉 就在她心智勃勃地张罗喜工厂时 小姑子就来泼她冷水 雪松哪来那么大面子 能让姚老板心甘情愿掏钱 而且最近又有传言 老蔡的女儿长得根本不像她 工厂开业这天 姚老板又特意送来一副牌匾 整整系相加在一起 让老蔡再次陷入了猜疑 她盯着女儿 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到了晚上 老蔡去足以城招待客户 不了被路边的小吴发现 她立马打电话通知雪松 而雪松一来到这里 丈夫跟别人拉拉扯扯 她质问 谈生意为什么一定要来这里 没想到老蔡竟然借题发挥 放弃雪松和姚老板的旧账 起得雪松转头就走 这一夜雪松没有回家 独自在宾馆的房间待坐了一夜 她想不明白 自己掏心掏肺付出了那么多 到头来还是抵不过外人的三两句留言 而老蔡则是躲在家里 看着当年两人的结婚录像 曾经的他们是那么的相爱 怎么如今只剩吵不完的架 第二天见妻子一夜未归的老蔡 找着小吴质问她 又把妻子带到哪里去了 小吴问得气她 就故意承认了下来 还嘲笑老蔡幼稚有多疑 没想到老蔡当场就气得扇自己耳光 表现的是那么的窝囊和没用 无力经营婚姻 只能惩罚自己 回到家后老蔡没有等会妻子 反而等来了警察 原来姚老板涉嫌偷睡漏水 跟她有金钱往来的人 都要接受调查 老蔡急忙赶的派出所接妻子 本想关西的话 脱口而出竟成了质问 雪松觉得丈夫话里有话 又开始混乱猜测 而她也已经无力再次解释 于是干脆说了气话 说自己不仅有断思连 还喜心厌旧 隔着两人摊牌后的小吴 找到雪松 想带着私奔 可雪松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虽然她知道 小吴是自己生活中 为数不多能逗她开心的人 但同时她也知道 自己的家在这儿 女儿在这儿 最重要的是 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 但令她更加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老蔡提前接走了女儿 此时已经在去重庆 做亲子鉴定的路上 女儿则是偷偷翻开了爸爸的包 给妈妈打了电话 我们在医院检查身体 爸爸要检查 我也要检查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雪松知道 她的这段婚姻已经无力挽回 等了丈夫回来后 她淡定地提出了离婚 这是通知 不是申请 随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 老蔡追得出去 故事也在这里戛然而止 很多人的婚姻都是这样 彼此间的关系 在无声无息中 逐渐分泵离析 直到最后也想不明白 自己究竟哪里做错了 而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 就是互相猜疑 缺乏亲人和沟通 中国人比较委婉 就像雪松的婆婆一样 有什么事就是不直说 在要拐弯墨角的让人猜 遇到事情也只能用冷战解决 结果导致矛盾越进越多 最终覆水难收 喜欢的朋友记得看看原片哦 我们下期再见